改冠劉清廚和中心大學合作 在面影響設立高齡人权的服務基點 為二月五十五歲的冠民提供就業 創業的卡順以及中高齡就業處境的課程 合作中高齡或退休者充滿接種 一年一月大後我還要去找頭路 自己也抱歉我們這麼多月去找頭路 有時候經常會被拒絕 如果被拒絕有時候我對自己的心情 對自己的民主都覺得很厭 那現在有一個服務基點有這個合處 它將可以提供就業的職缺出來 如果這樣還有透過這樣的一個單位 可以跟你做一個平台 如果有跟你仲介協調 基本上你就不會覺得抱歉 也不會覺得去年輕人去增位置 中心大學副校長好奉名表現 改冠65歲以上的高齡人口 目前已經1995千多人 是全台灣最高齡的館期 合作中高齡就業 以及體育人力在運用是很重要的 改冠第一座高齡人材的服務基點 這也是改冠細緩的基點 所以這樣的據點 對於中高齡來講是意義非常重大 因為至少有一群專業的人 如果有政府出錢 如果在裡面有專業服務的人 如果將這些職缺吹出來 如果叫你參加 看你的能力適合去做隊企圍 我認為這非常好 所以這個據點基本上意義重大 讓我們高齡就業 變成一種風氣 如果家中有長輩 他們願意工作 多鼓勵他 有困難的話 我們會提供一條龍的服務 從有就業的意願 一直到訓練 一直到找適當的僱主 然後一直到提供到現場 已經開始服務 到陪伴初期的陪伴 都是做這樣這個據點 或是一條龍的服務 那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起點 可以在嘉義縣成為一個示範點 鄉長良說 這麼多55歲 以上的中高齡才想要找工作 都要向年輕人來競爭 新台地變得較不積極 自尊心也會修順 其點可以由專業人員 來賓購中高齡求這個狀況 做到最好的美衣服 讓中高齡的人口 再重新新第二春 記得黃沛駕駛的餐廳 觀賞報道